他刚刚走到门口,吃宝贝班主任老师就焦急地拦住了他。 吃景尘的妈妈,你先不要着急,我们让你来学校也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想要开除吃景尘同学。 我们承认刚才是我们没有做对,没有问清楚事情的原因,但是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男老师也受伤了。 不管怎么说,吃景尘同学动手就是不对的,你看这样,道歉就不用了,你让吃景尘同学写一个检讨书,反省一下自己动手的行为,怎么样啊? 他居然还想让吃宝贝道歉,吃恩恩皱起了眉头,在班主任的身后,教导主任也是憋着一口气,生硬地归劝道。 这件事情,我们学校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是孩子肯定是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们学校是市里最好的学校,我们的小学尖子班能够稳定地升入我们学校的初高中,考上一流的大学的几率非常的高。 吃景尘的妈妈,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我们学校也是不想错失一位优秀的学生。 吃恩恩侧过身,冷毛扫了他一眼。 你们不想失去一位优秀的学生,就能够随便污蔑一个优秀的学生? 吃景尘的妈妈,我们…… 吃恩恩没有再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牵着吃恩恩的手,身姿挺拔,自带贵气。 市里,不只是你们一家学校,你们也不是最好的学校,别忘了,是还有圣托尼私人学院呢。 教务处的老师们面面相去,一副惊讶他会说出这家学校的样子。 的确,吃宝贝现在读的学校不是是最好的学校,但是普通人能够读的最好的学校了。 吃恩恩刚刚所说的圣托尼私人学院,全称叫做圣托尼皇家贵族私人学院。 从学校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学校不是你成绩好就能够进去读的,还需要考核你的身份。 据说,每年的入学考核非常的严格,有一些名流哪怕是想要送孩子进去读书,那还是要走关系,通过层层的考核才能够进去。 一般的有钱人,那更是想都不用想的,光是在第一轮对父母的考核之上,他们就会被刷下来。 可是一旦进入这个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可以在班里面就读。 而且,里面配备的师资是全球数一数二,除了最好的老师之外,最好的教学资源之外,学校里面还有第一流的人脉关系。 以后这些同学长大了,又是新一代的贵族。 教务处的老师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个学校,纯粹也只是想要用更优秀的学校来压他们吗? 班主任的反应比较快,达元长说, 圣托尼学校是很好,但是池景晨同学现在也不可能进去圣托尼读书啊,我…… 谁说我们家池宝贝不能进去读书了? 池恩恩打断她的话,嘴唇一碰,响亮地在所有人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 历史财阀的继承人,当然是想去哪所学校读,就去哪所学校读。 她不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但是这一次她是真的生气了。 历史财阀? 班主任舌头都打结了,一脸震惊的样子瞪着她,其他的人也都全部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池恩恩一开始让池宝贝在这里读书,就是想的要让池宝贝在相对单纯的环境里面和同龄的学生一起无忧无虑地长大。 所以,入学的时候,她刻意地低调地隐瞒了身份。 学校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池宝贝是丽北绝的儿子,要是知道了,还不得翻天了。 她平时来学校里面接池宝贝放学也是很随意,不是从家里面走路过来接,就是让人把车子停在很远的路口过来接。 就是因为她太低调了,再加上她长得看起来太年轻了,那个猥琐的男老师才会私下里跟人坏话。 其他人震惊地张大了嘴巴,教导主任是直接脸色惊怡,差点没绷住自己的表情。 池,池京城的妈妈,你,你在开玩笑的吧? 你就当我是在开玩笑好了。 池恩恩一副不想跟他们多说的样子,说完就要走。 班主任急了,挡在他们的面前,尴尬地挤出了一个打圆场的笑脸。 池京城的妈妈,你不要生气,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好好商量。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池京城同学是做得不对,那个男老师更是做得不对。 嗯,这样吧,池京城同学的检讨书也就不用写了,你也不用给池京城同学转学了,突然改变孩子周围的学习环境,对于孩子的成绩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不好意思,我儿子IQ200,天才的智商,学习环境什么的,压根就不存在。 哪怕是一会儿换一个学校,他家吃宝贝,也可以凭着超高的智商,分分钟碾压其他人。 不然,天才为什么会是天才? 班主任惊恶地张了张嘴巴,实在是不知道还能怎么谈原厂,闪闪地站在了那里。 池恩恩拉着池宝贝的手直接绕过他们,离开了教务处。 他们一走,教务处里的气氛沉重得都快要结冰了,每个人的胸口都压着一块大石头,又喘不过气来。 教导主任脸上一阵清一阵白,半赏才撑着办公桌挤出了一句。 那个,那个家长是故意撒谎的吧? 历史财阀献利,池景臣姓陈。 池景臣同学,要是真的是那位的儿子,怎么会不同姓啊? 班主任欲言又止地看向他,实在是没有力气安慰他了。 应该是真的,我也是刚刚想起来,历史财阀利总的老婆就是姓池。 八卦报纸上写过,好像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儿子跟了妈妈的姓了,一直都没有改回来。 我以前见到池景臣同学的妈妈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眼熟。 当时,没有想起来到底是在哪里见过他,还以为就是一个某个眼熟的街坊邻居。 他刚刚一说历史财阀我就想起来了,我是在网上看到过,那段时间白衣婚礼不是闹得很大吗?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网上看到过的。 网上,关于池恩恩的照片基本上都被丽北爵压下去了,只有少量池恩恩少女时代的照片。 少女时代的她,五官还没有展开呢,不算是很起眼。 班主任一下子没有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很是正常。 主任,这次学校可能是惹了大麻烦了。 班主任摇了摇嘴唇,把压在所有人胸口上的石头挑明了。 教导主任脸更加的难看了,脸颊的肌肉抖动着,就连双腿都跟着颤抖起来。 她现在还关心屁的学校啊,她只关心她自己。 刚才那么凶狠地批评了两个人,现在才是惹上了大麻烦呢。